来我们将这个目光转向其他方面啊 北京京云南篮夺取中国职业篮球联赛的总冠军呢 已经是过去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了 今天中国篮鞋的一项决定又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那个血脉喷张的赛季 经中国篮鞋确认北京京云南篮队员李学林荣英上个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学林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宝岛球员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不妨让时空回转来看看宝岛空位李学林在北京的日子 李学林是MVP MVP是我 李学林MVP不是莫里士 李学林是MVP 相信在当时就连学林自己都认为当选最有价值球员只是个玩笑 时隔一年半今天这成为了现实 学林也成为了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宝岛球员 2010年秋天北京京云南篮迎来了一位新员李学林 速度和传球是他的两大杀手锏 但更让人们感到欣喜的是 这位来自宝岛的空位性格很是红红开朗 有他的地方就有无限的欢乐 其实个性就是算是蛮开朗 因为我比较喜欢交朋友 那跟他们这些球员打成一片 其实以我的个性来讲说 其实我蛮有信心很快就是融入他 身材矮小的学林从不介意大家拿他的身高来开玩笑 小老鼠Jerry的外号逐渐风鸣起来 我们球队都给我乱取外号 给我取一个叫Jerry Jerry被名 因为大家有看过那个Jerry 我就真的是小老鼠 跑来跑去 吃火锅 穿老头鞋 学林逐渐迅速地融入了北京生活 而他的到来也为北京队增添了一份轻松和快乐 他的信念其实希望是就是我越长越帅 我的球越打越好 就是这样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是什么吗 是今儿的胡子 他可以穿透他的脸皮 你让他脸皮多厚 能穿透他脸皮是最厚的 所以他的胡子这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 上个赛季 北京队拥有了一个梦幻般的开局 在战胜浙江丑州银行迎来九连胜之后 学林却因为腰伤不得不暂时离开赛场 在他两个多业的康复中 北京队经历了八战轻浮的脏勾战绩 在北京队危难时刻 学林仍然没有能够复出 随之而来的便是外界的各种猜测 直至季后赛与广赛队的首场比赛 学林用一记绝杀撤离粉碎的一切质疑 应该是给老马布置战数的 那大家都协防他那个地方 然后老马可能就看到我们有空位 对 视野很广 刚好我们 我没有辜负他的传球 用投信 总决赛五场比赛 带着腰伤的学林更是打满全场 大家也送给了他一个 48分钟先生的新称号 长长48分钟腰又重新恢复 他需要休息需要调整 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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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瞬间是什么一种感觉 这才是总冠军赛 真的是 值得了 赢了两分三分这样子 真的是太刺激了 这才总冠军赛 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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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对体力上的消耗是什么样子的 你是靠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只有一句话 为了冠军 真的 就是拼了 真的是为了冠军 对 为了冠军 拼了 这是学林面对镜头说过的最有力量的一句话 从快乐男孩到日渐成熟的男人 李学林 MVP 下个赛季 你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快乐和惊喜呢 再次恭喜学林 也是一个实至名归的MVP